记得开启cc字幕体验完整干话 小说是没画面的请发挥想象力 第一卷中章这是村子二十三分之一 嗨大家好我是三弟 看完影片喜欢记得订阅点个赞 来拿睡精嘛 冬天前 宾思尔来收睡了 似乎录着疲惫的面色 不要紧嘛 总而言之 带他去集中缴税量的作物的仓库了 这里的东西全都是嘛 虽然决定是一成了 但由于一年会收获多次 所以没办法知道正确的收获量 虽说有好好支付的打算 但是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全部收获完 计算收获量也很麻烦 也可以说是泛滥了 所以就决定将各种作物 一回的收获量的两三成 将其收集交出了 只有苹果在别的地方 要是放在一起的话 其他的果实会坏掉的 苹果是之前拿到的果实的吧 是这样的吗 没错 只有苹果 带回去之后 要注意一下比较好 不过是一个人来的吗 能带的回去吗 虽说是一回收获量的二三成 不过由于田的面积增大 所以也有相当的量 虽然还不至于把巴迭的仓库全部装满 但也是相当的量 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搬运的量 请放心 这边是有毛毯的 毛毯 宾瑟尔拍手之后 大号的毛毯出现了 这是可以飞行的毛毯 只要放在这上面的话 就能带回去了 真是方便的东西了 毕竟不可能让它进行装载的作业 就让达达他们来搬了 这期间 我和宾瑟尔略微地进行了进餐 要进行情报收集 这是提亚的指示 最近怎么样 不过 我并不拥有情报收集的技能 只能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和人类间的战争 还是一如既往的交注状态 不过 由于勇者一行 在各地捣乱制造麻烦 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虽然只是想听一些简单的回答 但却回答来了一些沉重的事情 魔王正在与人类进行战争的 是吗 毕竟是魔王呢 还有 原来还有勇者的 哎 话虽如此 看起来很疲惫啊 哈哈 在来这里之前 稍微发生了点问题 问题 还是不要细究下去 比较好的样子 其他的话题 也想不出来 好像是看出我在苦恼的样子 宾瑟尔那边先开口了 对了对了 虽然觉得这是在确认了 这回的睡之后的事情 我想用钱换取一些作物 用钱 是的 之前得到的苹果评价很好 肯定其他的作物 也很值得期待 现在 吃的料理也很美味呢 虽然可能只是社交辞令 不过被夸奖自己做的东西 没有会不高兴的人的吧 不自觉的 嘴角翘了起来 喂 给宾瑟尔的酒 进行追加 哎 啊 不 不需要客气哦 哈哈哈哈 想说我好搞定 就去说吧 就这样变成了宴会 宾瑟尔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魔王的城池 宾瑟尔 回来了吗 怎么样啊 是谁呢 啊 想起来了 是去村子之前 突然取消形成的 四天王笔头蓝灯君啊 那 那个是 那个 突然有了急事 你看 西边出现勇者了呢 不是骗你道 可是好好写成报告书的 别用这种眼神啊 真是对不起啊 那么 怎么样啊 怎么样是指 村子的情况啊 巨型恶魔蜘蛛 Greed Demain Spider在吗 哈哈哈哈 已经确认了 并没有巨型恶魔蜘蛛哟 哦哦 是吗 果然啊 并不是那么容易遇上的家伙呢 巨型恶魔蜘蛛是全长超过20米的大型蜘蛛 呃 我知道啊 巨型恶魔蜘蛛继续成长的话 会怎么样知道吗 哎 继续成长 那个不是最终形态吗 巨型恶魔蜘蛛 Greed Demain Spider继续成长的话 会变成法外恶魔蜘蛛 Uigo Demain Spider There you go 是的 会变得 There you go 那样之后体型会突然缩小 大体上 会在两米到三米的样子 难道说 那个的话就有了 第一卷中章 这是村子二十三分之二 那个的话就有了 有着大量的孩子 这 这还真实 构筑了幸福的家庭了吧 好好好 好好好 果然还是要去辞职 城门关照了 不准逃 绝对不准逃哦 二森林的骚动 我被在村子里使用不了魔法的 只有我和兽人族的男孩子这点给刺激到了 诶 真的 诶 兽人族的男孩子 在我的感觉上只是幼儿园的孩子 是在要说能不能使用魔法之前 还没有到开始学习的年龄 因为其他兽人族的女性们都能够使用的原因 只要成长起来的话也会使用的吧 实质上 用不来的只有我而已 要去学吗 哦 之前贝露断言没有魔法的才能啊 故且 以十年单位进行努力的话说是还是能放出小火的 能够使用魔法是普通的事吗 怎么说呢 天使族和吸血鬼是全员都可以使用的 对于我的疑问 提亚回答到了 高等精灵也是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使用魔法 要是不用不来的话 在森林里生活可是很辛苦的 丽亚点头回答道 确实没有魔法的话 在森林里生活很麻烦的吧 鬼人族 对水和火的魔法 相信好的人很多呢 我们蜥蜴人 擅长水的魔法 反过来不擅长火的魔法 所以 很羡慕两边都能使用的鬼人族 不不 毕竟只要是关于水的魔法 还是比不过的 可以考虑成更突出一边比较好用 安和达嘎各自称赞着彼此的魔法 五 果然 能够使用魔法比较普通吗 那 那个 听说兽人族擅长魔法的人比较少 明明塞纳他们全员都可以使用 毕竟以村子的环境 要是不能使用会很困扰的 所以会锻炼成能够使用 和高等精灵们一样吗 被现实所逼迫吗 妈 毕竟我有万能农具呢 那个可是和魔法一样的东西 想要没有的东西并不好 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吧 日后 看到小黑和座夫团使用魔法了 蜜蜂也能使用 史莱姆 你也可以吗 我的友人只有牛和鸡 可别背叛我了 拜托了 拜托了 有空的时候 还是偷偷地练习一下魔法吧 日后 听说人类当中 食人当中 差不多只有一个会拥有素质 百人里 差不多只有一个能使用的样子后 感觉有些轻松啊 对于并非看住顶点 而是看住下方 而感到安心自己的渺小 有所实感 还是努力吧 魔法的练习 入冬前 森林里发生了大的一变 在距离村子相当距离的场所 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从印象上来说是燃气爆炸的感觉 感觉上是大小爆炸连续发生的样子 那个震动传递到了村子里 看住我和一样慌张的人们 少许有些冷静了 这个震动是什么 是搏击熊 Grepure Bear 搏击熊 Grepure Bear 因为是Bear 所以是以熊作为原型的魔兽吧 来到这里的当初 虽然还认为有熊 但是由于没有遭遇过 就给忘了 但是 那种熊一动的时候 是会发出这种程度的震动的吗 我想应该是在战斗 在战斗 和谁 能让搏击熊这样认真战斗的 应该是血腥葵蛇 YD Viper的吧 因为是在入冬前 所以可能是在确保冬年用的食料 原来如此 Viper是蛇吧 熊也好 蛇也好 都很麻烦呢 那个搏击熊和血腥葵蛇 都怎么样的尺寸 搏击熊有5到6米左右的大小呢 血腥葵蛇直径是1米左右 我想长度平均在20米左右 对于我一问 利亚回答之后 格兰玛利亚回来了 在北边搏击熊和血腥葵蛇 正在战斗中 要怎么应对 就算问我要怎么应对 搏击熊和血腥葵蛇 好吃吗 诶 我没吃过 在格兰玛利亚回答了我的一问之后 去问利亚了 我也没吃过 不过考虑到两者 都是将对方当作食料来攻击的 我想应该是能吃的 对于利亚的话语 我点得多到 第一卷中章 这是村子323 对于利亚的话语 我点头到 原来如此 能吃吗 那么 去狩猎吧 而且让他们破坏到村子的话 也会很困扰 我拿出万能农具 看向骚动的那一边 好眼啊 格兰玛利亚 能把握晕倒那两头的位置吗 虽说是可以 但只是我们两人去吗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人数是不是有点不够 嗯 啊 确实呢 利亚 不好意思凑齐人数过去吧 明白了 立刻就去办 不用太急哦 只是去搬运猎物而已 只是搬运 啊 要把猎物搬运到这边 很麻烦的吧 只有一头的话另当别论 两头的话就很严峻了 却 确实如此呢 不过 真不愧是格兰玛利亚 我完全没考虑到狩猎之后的事情 真是大意了 那个 并不是指这个 是不是也要把提亚大人和露露西大人也叫上会比较好 有你就足够了吧 明白了 我会为了回应信赖而努力的 不用这么厉害的气势也 啊 要是不小心在途中掉下来就不好了呢 我 被格兰玛利亚已从背后十字绞杀的样子 被搬上空中 去往现场 现场虽然是如同怪兽决战场一般情景 不过被我用万能农具猎取头部之后就结束了 万能农具万岁 周围的森林一片混乱呢 确实呢 直片林出来吧 自然可是很重要的 在丽亚他们到达之前 我先跟一下地面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耕地速度变快的关系 在丽亚他们到达之前就跟晚了 那么 我就先将那边的大熊给搬回去 丽亚他们来的话 就让他们搬蛇那边吧 是 是的 拜托了 我拜托格兰玛利亚看好蛇那边 先回去了 方向上 正当稍微有点迷路的时候 库德鲁和小黑他们来了 让库德鲁和格兰玛利亚留下 让小黑他们来带路 库德鲁 伯基雄和血腥魁蛇 是简单就能够打倒的魔物的吗 和我记忆当中不同 也是呢 简单的就打倒了吗 一下子就 不会是提亚大人的丈夫呢 果然没有这个程度的话 那的露露西是不会喜欢上的呢 你也喜欢上了吗 也许是 真不想去和提亚大人去争呢 虽然我用万能农具托拉班运不会累 但是由于到达村子的距离的关系 还剩了两天 也是对丽亚他们做了非常抱歉的拜托了 我在回到村子之后 为了帮助丽亚他们又折返回去了 仔细考虑的话 将其切成细块 让格兰玛利亚他们来往返班会不会更好 熊肉 吃了 不错 虽然不错 但是能感觉到臭味 虽然会消费掉大量调味料 但也不是不能吃 蛇肉 虽然在吃最初的一口的时候需要勇气 不过吃了之后感觉不坏 很顺滑的口感 要是不知道的话 说不定会误认为是鸡肉 很像鸡肉 试着油炸了一下 导致了村里的争抢 下一次只猎取蛇就好了呢 搏鸡熊的皮毛 做肤团 三很喜欢 所以请别这么说 肉也在小黑他们那里很受好评 不知道为什么高等精灵他们强力的劝说 也把熊给猎了 妈 要是遇到的话就会猎掉的吧 蜥蜴人的蛋孵化了 才刚刚孵化的孩子们充满精神的在有助用 对于在冬天前孵化这点 作为生物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 蜥蜴人是要冬眠的吗 好像不用 在冬天前孵化 好像主要是为了迟钝强者的感觉 大概是生存在比起入手食物的难易度 选择在强敌面前逃走 更为重要的高难度环境里的种族的吧 总而言之 既然在这个村子里出生 希望能健康地成长下去 三冬日期间的周边地理学习 冬天来到 今年也没有粮食上的问题 所以就认真地完成本职和进行学习了 本职是用木头和石头进行小物品的制作 学习则是关于魔法以及周边地理的 魔法另当别论 对于周边地理实在是太过不关心了 对于与魔王那边的冰色 豪林村的格鲁夫的绘画时候的南索进行反省 开始进行学习了 现在 村子所在的位置是巨大的盆地近乎中央 充斥在这盆地之中的森林 被称作死之森林的样子 关于死之森林的大小 不是很清楚 不过高等精灵的丽亚他们要将其横断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是拿着为了生活而持有的装备的情况下 据说不进行装备的话 只要一半左右的时间就能够横断 不过 受人族的格鲁夫来的时候说 从西边的山脚来到这个村子用了一个月 所以应该用哪边作为基准并不好说 顺带一提 据可以飞在空中的提亚他们所说 只要半天就可以横断的样子 在死之森林的南侧的山脉 住着格莱姆的巢穴 其被称为龙之山 虽说住着龙的关系 山里没有会发生争端的人 但是通行者还是有相当的数量的 再越过这个龙之山 再往南面前进的话 又会出现森林 其被称为铁质森林 据德莱姆说 越过铁质森林 继续往南的话 就可以看到大海 由于海边就有人类的街道的关系 所以能出去购物的话 还真想去一下 三弟姐说就到第一卷中章 这是村子二十三分之三 喜欢这部 下次会再继续做下去 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这部讲解 记得下方点个赞 别忘记订阅三弟 开启小铃铛通知 拜拜 拜拜